Hello大家好 我是海洋 今天 来我们的主题是六月大预言 2020的财经 股市房地产还有政府的政策 我想呢 在这个任务月 农历的五月呢 我们应该讲 叫做这一个月叫做 跟钱有关的月份 财经月 那当然呢 这个整个星球的变化呢 还有整个疫情的变化 星球所谓的变化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周里面 在这个月当中呢 比如说木星 太岁星 它移动在 这个双鱼以后呢 就是跟这个财政议题有关的啦 学校议题有关的 还有呢 跟房地产 因为太阳进入金融座以后呢 跟房地产有关的 就是稳定性的 这些金融经济 都非常有相当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在讲 这个相当大的关联的同时呢 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在今年的 这一个周期里面呢 它是一个最让我们呢 最感兴趣的 大家会想相争议论的问题 比如说看房地产的人会多 买股票的人会多 然后呢 投资的人会多 转投资的也会多 移动的也会多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国家开始要开封了 6月份以后呢 大家就要开封了 开封了以后呢 当然就是跟经济有关的活动 就会比较频繁了 那也大家在 这个拼疫情的同时呢 稍微缓解了以后呢 大家就开始要 没有钱吃饭不行的 所以要拼经济 也不能一直靠着政府的救济 所以呢 很多企业呢 在这5月份就开始蠢蠢欲动 那我想呢 我们的财经政策 还有包括世界的财经政策 大家应该呢 我们不要再多说 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台积电的外移啦 还有一些 转投资啦 甚至呢 华为开始因为怕台积电不给单啊 所以呢 积极的下了两百多亿的订单啊 华为下了两百多亿的订单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呀 应该我觉得它不止两百多亿 后面还会有持续性的 如果台积电真的要在今年 整个外移到美国去的话呢 亚利桑那州 如果他真的要移到这个国家去的话呢 华为会很担心 因为呢 最主要的话呢 在中国大陆的南京厂 还有上海厂 其实呢 台积电接了很多华为的订单 还有其他的一些 他的卫星工厂也很多 那我们来讲一下房地产 很多人都知道说 在今年的疫情当中 不像SARS 奇怪 房地产反而没怎么跌 台湾的房地产没怎么跌 大家都跑到 SARS的时候 大家跑到国外去 跑美国啦 跑欧洲啦 跑澳洲啦 甚至跑日本啦 通通这样子扩散出去啦 我们大家都害怕死了 那个时候的SARS 大家记得嘛 2003年的SARS 那个时候呢 房地产一下跌下来 跌了好惨 那个重摔了好几跤 已经打到骨折 那真的是骨折 所以在那波的房地产 如果有进场人 几乎都赚大钱了 但是呢 台湾这一波房地产呢 我们就是慢慢慢慢 我们可以开始看到 2016年的房地产 以后就慢慢慢慢往下跌 往下跌 为什么 因为呢 经济不好 所以呢 台湾的经济就慢慢慢慢往下 往下走嘛 往下走 大家就很害怕嘛 房地产也 这个几乎很多那种投资客都退场 但是 今年有很多投资客反而赚钱 你们大概不知道 便宜买 便宜卖 就是我买便宜 我就便宜卖 我转手可能就赚个几十万 一百 就这样子 所以他也会买到便宜货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 疫情控制了大概五个月后 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钱的要跟银行借钱 撑不住的要卖房子 所以呢 撑不住的人还是挺多的 因为呢 基本上呢 没有钱收入嘛 所以这一波呢 台湾的房地产在四月之前 应该说 大家都有做一些 微虎的调降 微虎调降呢 并不是调降很多 比如说大安区可能下降了两成 那有些呢 持有时间比较久的 或者呢 持有户数比较多 他就一次杀出 因为他赚很多了吧 他就杀出 所以呢 这种呢 在台湾来看的话呢 跟一般的其他的城市 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当然 像日本的话呢 基本上房地产 应该是不太有人愿意接受 为什么都是老龄化的社会 那种六七十岁 你说叫他买房子干嘛 小孩如果不买的话 他买房没有意义 所以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那房子根本没有人 空置在那边没有人要住 没有人要住的话呢 就代表说房地产的接收率并不高 那以前呢 我们说风光明灭的地方 那接收率就很高 对不对 像以前那个房地产正好的时候 你知道去哪里买 翡翠湾 对不对 去新店的西边 诶 大家都想说 诶 我来住个别墅 然后呢 我多买一间 因为那时候房地产好的水果是这样子 现在不行啊 现在的话呢 比如说现在 当然 新市镇 淡水的新市镇 很多外来客 比如说有很多 很多香港客 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国家进来的 我看到很多美国人啊 澳洲啊 甚至呢 中国大陆啊 很多人都进来在淡水买楼了 那淡水买楼 所以淡水的房价 有没有真的跌下来呢 我觉得有限啊 因为呢 抗海的房子 毕竟还是比较少数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香港人他喜欢抗海 就是维多利亚港嘛 那是天价的 天价的房价 如果到台湾来看到淡水 是不是 那也是真的是 可是只有他们不到一半的价钱啦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淡水的价码呢 一直都还没有下降的 很严重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再看呢 在这一波里面的房地产 基本上呢 能够买房的人呢 像香港现在这一波 到台湾来的很多 香港的反送中以后呢 从去年的反送中以后 渐渐渐渐 他们外移的现象就非常多 因为有钱人不想在那个地方 再找麻烦了 所以呢 而且呢 经济的条件不是那么好的 不像以前那样子 金融重镇 所以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同时呢 大家就想外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一波的房地产 我们这个月是任务月 当然 任务月呢 你们要看哦 有时候任务月是什么 五曲化妓月 五曲化妓月 大家在缺钱的同时 当然 有很多人在买楼 那也有很多人在买楼 所以房地产台湾的话 应该还算不错 现在呢 你看房地产的广告反而比去年更多哦 我们看哦 没有这个疫情之前呢 房地产广告几乎打趴 因为没有人要买 买卖 买卖的这个户数转动 这个动数移转还更少 现在动数移转还更多 包括信义房屋 永庆房屋 诸如此类 他们这种比较大的仲介公司 房仲公司呢 最近呢抗污率上涨很多 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买卖哦 每个每周都有很多很多的买卖 所以呢房地产会不会好 会 我认为台湾的房地产会好起来 最主要的是防疫做的好 所以大家觉得说 哎 那台湾人人民又很善良啊 又很和善啊 对不对 是最适合居住的国家 除了欧洲的很多国家以外呢 台湾算是现在排行前一二名了 所以呢在排行前一二名的同时 大家想移居台湾 那真的是台湾的 呃 应该说台湾人真的很有福气哦 很有福气 为什么呢 呃 外来客会多的时候呢 经济活动就会更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在之前的直播不是劝大家 不要把公司关那么快吗 不要把店面关那么快吗 不过呢 要重启开店面会比较容易啦 就是整装一下 然后呢 申请一下 这个执照很快就可以再复工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在这波疫情当中呢 我们看到的都是负面的 但其实正面的东西还蛮多的 就是台湾的房地产还会再飙涨 所以呢 很多客户呢 都进来了 而且是外来客哦 好接着下来呢 当然美国回来很多 这是美国 你知道那些美国 移居到美国去的 当然就回来很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哇好恐怖啊 这个疫情到现在还如火如荼 没有办法解决 新加坡也一样哦 现在新加坡来的人也蛮多的 呃 我们要在台湾 就是说这些 我们到新加坡大概要花三千万 我们才能拿到他们的公民 但到台湾不需要 大概六百万到七百万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你觉得台湾是不是很可爱呢 真的很可爱 对不对 所以呢 加拿大也好啦 欧洲也好啦 比较有钱人 几乎都想到台湾来买楼了 哦 那我们就中国大陆也一样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很多的国家呢 对台湾是 开始对房地产 情有独钟 哇太棒了 恭喜大家哈 所以房地产 你说年轻人要买吗 外来客会先买 所以房地产应该是外来客会先买走 而不是 例如像大安区 信誉区啦 中正区啦 这几个比较出名的区域的话 应该都是属于呢 外国人会进来买的 或者回流的 比如说去美国回流的 去加拿大回流 去欧洲回流的 都会回流到台湾来 那当然有很多人呢 出国以后就把房地产卖了 那现在想回来台湾住的话 基于 应该就会有这种情况 好我们讲 这个国历的六月份呢 就是农历的五月份 所以呢 其实呢 从国历的五月份 看房的人越来越多 看房子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 大家应该很庆幸 在这一波当中 如果房地产 我们稍微起色的话呢 会带动股市的发展 股市是这样子 当然股市 台积电自从说 要去美国 亚利桑那州设厂以后呢 它的股价呢 稍微微幅的调整了 就是往下跌了一些 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说 他去那边 当然我们可以外派工程师啊 问题是那些工程师都要是未婚的可能比较容易嘛 已婚的或者有小孩的会比较难一点嘛 那为了钱也是要走啦 也是不得已啦 就是说 看台积电的做法 那所以这波的股市呢 鸿海现在呢 他为了停损 所以呢 他有些场慢慢会复工 那停损在前面的这一波呢 应该他有一些 受到一些伤害 那其他呢 当然就不用讲了 大力王这些都一定是受到伤害的 好 现在只有科技股 还有呢 航空股 不是航空 就是跟国防有关的 这些股呢 会稍微好一点 还有防疫的股会好一点 医药股 医类股 还有保健食品股 这些都会相当好 因为接着下来呢 今年还没有结束之前 这些股市都还算蛮旺的 所以呢 有很多叠下来以后呢 比如说像 做纸尿裤的 成人纸尿裤的 医药尿裤现在反而少 成人纸尿裤反而是未来的大宗 所以在这波当中呢 应该说成人纸尿裤也会很好 还有老人安养 老人安养的这一块呢 还有呢 看护这一块都会非常好 所以未来呢 台湾 当然也倾向老人化啦 跟日本一样 但是我们比日本 第一个地震少 台风少 第三个呢 就是没有那种核电厂那么多 所以呢 应该说最适合居住的国家 而且你知道我们环海 整个岛 整个国家都是环海的 对不对 从东岸到西岸全部了 真的有够漂亮 所以我们有南海公路啊 对不对 我们有南海公路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的算了 是别人都喜欢啦 是别的国家都喜欢 不是我们台湾自吹自擂啊 不过我还是要自吹自擂一下 真的是棒 呵呵呵呵 我超喜欢台湾 而且你知道街道超美 台北市的街道真的超美的 你知道我们在我的办公室旁边 哇我跟你讲 在走过去那条街 林荫大道耶 两侧都林荫大道 你看你去哪一个国家找到这样 我告诉各位 我去过北京啊 去过上海啊 去过美国啊 去过很多国家 去过欧洲啊 我刚刚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子 马来西亚那沿八个国家 我全全 就是东南亚八个国家 我全部走遍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 新加坡也不像 它是很干净 但没有像我们台湾 哇有很多的林荫大道 人爱路啊 东话啦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棒吗 真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为这块热土 好好的守住 最好的一个防线 那当然呢 我们在经济不好的同时呢 大家都很紧张 对不对 好股市呢 如果房地产会好 股市就会跟着好 这不用 无庸置疑的 因为呢 房地产是龙头 股市是 接着下来 那油价最近有恢复一点 我相信呢 俄罗斯 他已经 不得不妥协 如果他再不妥协的话 我相信他整个国家就垮了 当然就是说 他要开采原油 停掉以后 当然他说 重新起炉灶会很难 但是我觉得呢 像 沙奥地阿拉伯 现在也是一样啊 如果他不停产的话 他不减产的话 真的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 势必会有这种情况 应该说 以前的富有的人家 现在会慢慢萧条 现在呢 趁势崛起的一些行业呢 还有一些机会呢 都是可能又新的霸主出现 所以呢 在六月份呢 应该说 会有重新分配 资源重新分配 财富重新分配 然后呢 很多没有钱的人 现在这个变有钱了 有钱人变穷人了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 一个世代的交替 就是如此 所以呢 非常恭喜啊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政府的政策 最近呢 我相信 跟财经议题有关的 呃 比如说政府会说 哦 要破产了啦 什么东西会破产 劳健保耶 他从头到尾都是讲 劳健保会破产嘛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健保一定会做调整 他的议题会越来越多 健保的调整啦 或者他有很多很多的方案 就开始会出现 但阿中部长呢 可能 要接 接这个健保的改革 如果他能够接健保改革 其实也是不妨多让啦 因为基本上他防疫算做得不错啦 应该在健保改革这一块呢 应该台湾会有一个很大很大变化 为什么呢 呃我认为呢 你看哦 明年 明年是辛丑年哦 20 呃我先预告一下 不过我每个月都会做一天哦 你们一定要持续的收看我的直播 好不好 谢谢大家 然后呢 也不要忘记了哈 明年2021年呢 哈 辛丑年 辛丑年跟财库有关的 文昌画记 文昌画记有关的就是什么呢 跟我们未来的股市 房地产 财经政策全部都有关 当然第一个就是跟劳健保有关啦 所以未来呢 呃我们的政府应该会做一些调整 但是在这个时候做调整 其实会让很多大众 百姓会哀鸿遍野 为什么 赚不到钱啊 还没有看到钱啊 可以有新的政策 但不能在这个时候就要加税啊 加加增啊 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啊 对不对 真的很惨 好 那个一万块纾困还没有拿到手的一大堆耶 然后现在呢 又要再加增这些税金的话 哦 加增 呃这个健保费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 会抓狂的 哦 所以呢 其实 政府的财经政策呢 是要 呃吻合民意啦 哦 当然要吻合现在 这个局势 这个局势是在 已经荡到谷底了 是啊 哎 你看我这边有玉玺 我放了两个玉玺 为什么呢 希望我们的政府呢 好好的思考一下 可以有财经政策的提议 薪水要付啊 然后 政府的书困是跟他借钱啊 不是不要还的啊 但经济没有好起来之前 怎么还呢 还呢 对不对 没有办法还嘛 所以呢 也希望政府呢 要好好的思考 哦 可以有些财经政策的 呃 思维改变没有关系 但是呢 不要在这个时候就 过年前哦 大家我相信都还会哦 那晚囊修设啊 很多人失业啊 没有钱生活啊 是不是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看哦 每一个国家都在救这些百姓啊 要不然的话哦 更乱 现在更惨的是什么 我再讲一下 更惨的是印度啊 非洲啊 这两个国家呢 哎 54个国家加非洲啊 哎 非洲54国 4个 4国 然后呢 南非现在疫情也蛮严重的 印度那个低下阶层的人很惨 都死在路边 然后那些人 没有 没有防疫概念 小孩也在那个死人的旁边 就在就就这样倒下去了 就像我们那时候看到武汉 就这样很多人这样倒下去了 所以呢 他的女儿在旁边 妈妈死了 然后孙女也在旁边 你知道这会接着下来吧 如果他感染了 是不是也都会死掉呢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做防疫 我觉得 接着下来 6月份 最恐怖的就是 非洲 还有 印度 当然 中国大陆有 也有继续封城的地方了 那就是说 他开放以后也有继续封城的地方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们这一波呢 要拼经济的同时 大家也要注意防疫 好不好 台湾更是要注意 当然这个 商务人士可以做一些开放啦 我觉得商务人士可以做 让经济稍微活络一下 只是呢 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要做好防疫 好不好 自身做好防疫 那这样的话 问题就会比较减少一点 当然阿中部长 还有这些 医护人员 真的真的太辛苦了 他们太辛苦了 这医护人员 尤其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真的太辛苦了 他们要随时有被感染的疑虑 台湾现在是非常好 防疫做得非常好 但希望我们的台经政策越来越好 好不好 那如果你还喜欢海洋老师的直播 来不要忘记上youtube 我的视频的右下角 按一下 按一下订阅 就小铃铛会出现 那我的直播一上来 你们随时可以收看哦 好接着下来呢 可以到我的粉丝团 抢先看一下 追踪 按赞 追踪中抢先看 你们按赞就是我的动力啦 好接着下来 在海外的朋友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的ID 我现在发现呢 这两天很多朋友加入我微信 我会把你们整合在一起 就是围来一个族群 就是微信来一个族群 所以呢 你们一下加进来 我就会帮你们加进去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私下问我 我想呢 这个是一个合作的时间点 全球都一样 大家要奋力合作 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事业上的 财运上的 家庭上的 或者健康上的 桃花婚姻都可以问好不好 再来我的微信 askjenny.888 askjenny.88 你们可以把这个拍下来 然后呢 拍下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加我微信 好接着下来呢 来这是我的官网 我的服务专线在这边 022737300 如果海外的话 叫8862 8862 那我的官网里面呢 有很多的 跟水晶能量有关的产品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皮羞啊 招财啊 正煞啊 这些化煞的产品很多 你们也可以上我的官网 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呢 好运往往来 财温滚滚哦 拜拜